流浪如何获取食物 虽然在城市里获得食物更容易 但我不太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 野外的食物反而比较新鲜 首先是植物类 野菜是最容易找到的 而且遍地都是 连葱都有野生的 幸运的话还能碰到一些美味的小水果 其次就是动物类了 最常见的就是虫子 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好几十倍 不过我不爱吃 还是去捉大田螺吧 田螺还是挺傻的 而且味道也不错 但是数量有限 一次不能捉太多 今天不见成这么大了 这还有好多小鱼 不过今天的食物已经够吃了 吃完饭再捉吧 小莫 小鸡下午怎么来我家帮你了 想什么呢 我现在离你可远了 怎么了 啊 我没下班了 我爸突然说 等会儿到我家给我送衣服 家里可乱了 真心的外奈和垃圾都被扔了 我爸看到故事要把我骂死来了 你叫个宝洁不就好了 宝洁得提前擦擦天鱼啊 来不及了 你上五八同城呀 宝洁阿姨超级多 随叫随到 少月必赔 现在还有五八神骑士活动 难免五十八元优惠券 两杯奶茶前就能打扫干净 叔叔到了说不定还会夸你呢 五八同城上还能找空调清洗 保姆 上门服务超级多 这么好 我还去看看 嗯 天罗烤着吃还挺香的 但最近吃的有点太多了 做个来鱼陷阱吧 希望明天能吃到烤鱼 谢谢 谢谢